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天上有云 所以天在上 地在下 一个龙柱也有一片天地 五六十年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因为庙宇的兴盛 他们那个时候有四五十个师父 那现在可能还没有四五个师父在做 就没有师父在做 就是目前为止 台湾已经没有师父在台湾做传统石雕 这个属于大陆福建省的食材 所有的目前所有的食材 都是属于在大陆福建省厦门那边 现在都台湾都属于现场装 如果说你十四岁开始学徒 你到四十岁左右 他就会气喘 没办法做 顶多回到四十五岁 我的同事都这样子往生的 真的很辛苦 台湾一定没有这个师父可以做的 是不一样的 那石雕基本上有它的质感 是木雕没法取代的质感 这个是 也是我们的困境 在做这个调查之后 觉得突破还是有慢慢长路 但是要赶快 因为时间没法等了 我自己也很着急 做这个调查之后 我很着急 说我们的传统老师傅 他们的技术在流失了 在流失了 而且没有传承下去 而且大陆那边的做法 又跟台湾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不再做记录 或者是做传承的话 就不见了 就真的不见了 因为它大概只剩下这一代而已 仅存的这一代 就是接下来就没了 这些雕刻师傅我都认识 我也都认识 因为三十几年了 我绝对说要由他 我才能够放心 陈幸福他来操刀 我才会放心 因为我知道他的功力 才会把我们所要的呈现出来 他是专注于他的工作 所以不想出面 要不然早期 要不然早期 在做杨恒风风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 杨恒大师也要把他 再往上提升 那他自己就很低调 他比较不善于 他自己专与他的执着 这样 进行文字幕和赏 《苹果 听话》 完全是一场 《苹果》 因此是最少的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